蔡天鳳慘遭殺害 警方昨天是在大埔隆尾村的某一間村屋 當中搜索 找到他的部分遺體 香港警方表示死者的頭部 是有發現硬霧造成的致命傷 而他六十五歲的前公公 戶外型對象 也因為涉嫌協助犯罪被逮捕 港警在村屋搜索時 找到頭骨 根據外媒報導 警方在蔡天鳳的右耳上方 發現有硬霧撞擊的痕跡 傷口大小大約是六點五公分 推測這可能是致命傷 而蔡天鳳前公公的 四十七歲婚外型對象五姓女子 在這個月開始 租用了隆尾村的某間村屋 還疑似在尖沙嘴租 藏匿死者的前夫 而涉嫌協助犯罪 昨天也被警方拘捕 哈囉 我是葉民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